地球情报局 特别是一些三观还未定型的未成年人 在提起黑社会三个字时 都会带有憧憬的神色 甚至于亲身参与到一些违法犯罪的活动中去 然而 黑社会之所以会被冠以一个黑字 本就是因为它的性质 早已是所有人的共识 在这个社会中 血腥 暴力是主题 反人格 反社会是机构 它当然也有美好 即是那种建立在人民群众痛苦之上的美好 这才是黑社会的本质 也是湖南衡阳黑老大周子柒的本质 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个年头里 但凡有人在湖南磊阳的街头 提起一个周姿 那当地的百姓 大概是对你唯恐避之不及的 甚至于若是嘴边 再加上富豪黑社会等字眼 那老乡们的心里 大抵都已经在默念一百一世了 而这 全都得益于 衡扬黑老大周子柒和他的家人们 周子柒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那个时代 暴力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任何拿出赤色大旗的人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 只要想 就总能对其他人诉诸暴力 然后将其狠狠地踩在脚下 说上一句 我这是为了大义 周子柒没读过几年书 主于政治右倾之类的词汇 他不懂 他只看见了一件事情 暴力等于利益 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 加之家中兄弟姊妹有多 周子柒自然越发地顽劣起来 时间日久 村里骂街 村外逗殴 总会出现周家人的身影 特别是周子柒 他不仅喜欢自己动手 更喜欢窜断着旁的人 给自己当帮手 手段不高明 口才一般 但他愣是凭借着一股子 好用斗狠的气质 狠狠地拿捏了一群小马仔 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伙 而这也更加笃定了 周子柒双拳定四海的发展理念 父母眼见着周子柒越走越歪 心一横 将其送解了部队 希望借部队的手 将周子柒从深渊的边缘拉回来 然而事实证明 事在人为这个词 不仅能用在好人好事上 身处部队的周子柒 眼见着大事不可为 果真就收敛的锋芒 为人和善 训练刻苦 很好地隐藏起了 那颗动荡年代造就的野心 八十年代末 周子柒从部队退伍回家 在其年复一年的努力 保持本心下 终始如他所约 数年的军旅生涯 对其思想价值的影响 可以用微乎其微来形容 不过 他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至少身体素质以及战斗素养 得到了非常好的打磨 而这也成了他以后 打天下的仪仗 回到了家乡的周子柒 迫不及待地想要干上一票 而且他准备要干一票大的 以达到一战成名的效果 于是在不久之后 他将目光描向了乡政府 彼时 衡阳市的阳市大一乡 正在大搞乡村建设 因此囤了一大批建筑用的木材 准备用于旗下下几个乡镇的 微房改造 这本是一件好事 但很不幸的是 这批木材被周子柒看中了 于是 在这批木材运经周子柒的家乡 于石村时 十几个无业游民突然跳了出来 以于石村也需要建设为由头 光明正大地将其全部 结到了周子柒的家里 而其后发生的事 也和周子柒想的一样 因为民情的缘故 政府不敢拿他怎么样 而他自然也是届时 狠狠地赚了一波名声 有了这样的丰功伪迹北书 再加上一些无伤大雅的强硬手段 年纪轻轻的周子柒 成功当选了于石村的知书 并将整个村子都打造成了自己的基本盘 成了周氏家族向上攀爬的最坚实的地基 于石村毕竟落后 于是在当知书那几年 除了横行霸道 欺男霸女以外 周子柒基本也没干什么 但他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 从始至终都认为自己并非持中物 一欲风云定化龙 黄天不负有心人 1997年的一天 他终于等来了自己的腾飞的机会 大义香探出了煤矿 由于管理上的混乱 九十年代南方的乡镇小矿 基本是由本地较大的宗族 或村寨垄断控制的 有很强的排他性 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出现共同开发 或是引进外资的说法 简而言之就是 谁强到谁发财 故此在初期争夺矿场控制权时 往往是十分血腥的 当时争夺大一枚矿的村子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由周子柒实际控制的于石村 而另一个则是由周青华人知书的红莲村 在明面上 红莲村因为地理位置与人员构成等因由 比于石村更具开发矿场的前置 但是很可惜 他们的对手从来不爱按明面上的规矩来 当年5月15日 于石村周家 周子柒手持一份八人名单 正向自己的殷亲兄弟 帮忙走足诉说着今晚的计划 如意 由周子柒亲侄子周芳一带领的石术伟赶死队 蒙上了黑色的面巾 几小时后 这群人闯入了红莲村之书周华青的家 手持长日 将周华青在内的八位红莲村村民砍翻载地 其中周华青受伤最重 直接失去了整条座前壁 落下了终身残疾 几天后 红莲村单方面宣布 退出了煤矿的争夺 此后 周子柒及其团伙开始飞速发展 并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黄金十年 为了更高效的运转组织 周子柒根据自己当兵史的经验 开始给手下人划分层级 第一层是周子柒本人和他的亲戚 如周子柒 周月飞 周月鹏等直系兄弟 以及周家的姑爷蒋方林等人 第二层是周氏宗族的外围 如周氏兄弟的表弟谢满称 周氏兄弟的侄儿周方 以及古任东 蒋荣华 傅中群 周武文 朱友根 曹华谷等人 第三层则是这些头目下面的小弟 马仔 无业游民 刑满释放人员等 少则数十 多至上百 周子柒通过控制这些人的经济力 和生命安全 建立起了一个严密而高效的组织结构 即内部成员相对固定 等级关系明显 组织规矩严格 团伙成员必须服从上一层级安排指挥 否则必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从大一厂的复兴煤矿开始 周子柒开始了自己的崛起之路 2004年1月 周月飞为展示实力 在自家煤矿场搞了一个枪展 展出各类枪支十三把 同年11月10日上午 司马塔煤矿同东自煤矿风景 在挖煤时发生穿巷事件 为抢夺东自煤矿资源 周月飞指使手下周友根 周武文 曹华谷持枪持刀待人闹事 光天化日之下朝民警开枪 并公然拒捕 气焰十分嚣张 2005年9月10日晚上实施序 在磊阳市某村发生一起命案 十几名社会闲散人员 持刀棍铁棒等凶器 闯入王某某的家中 将王某某及其妻子 儿子女儿等四人当场杀害 还将他们的尸体焚烧 这些人在现场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谁敢举报我 就是这个下场 而死者王某某几天前 才向当地公检法部门 举报了周子某的犯罪事实 2007年4月18日下午四时许 周子某等人为了夺取 一处煤矿的开采权 与另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 发生了冲突 双方在街上大打出手 造成多人受伤 其中一名叫刘某某的群众 因为无意中经过现场 被周子某等人误认为是对方的人 被围殴 后送往医院 经抢救无效死亡 2008年9月 团伙成员果任东 因自身势力不断扩大 不服周氏团伙管教 此年初 周岳飞 周芳仪先后多次组织手下小弟 在春天宾馆商量惩罚果任东 2月21日中午 蒋春阳 刘飞 曹小军等七人租一辆面包车 尾随果任东至大一厢 肥塘村年鱼塘废砖场地段 趁果任东下车时 冲上去将果任东砍倒在地 果任东当场被砍几十刀 头部 臀部 背部等多处被砍伤 左手手腕被砍断 经司法鉴定 果任东的伤势程度为刺激伤残 同年6月12日 周子齐等人为了扩大势力范围 与里扬当地的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 发生了争执 周子齐等人持枪 刀 棍等凶器 向对方开火 砍杀 殴打 造成多人死伤 其中 有一名在附近饭店打工 名叫李某某的女孩 因为被周子齐等人发现是对方的亲属 便被周子齐只是团伙成员 强行将其拖出饭店后 强奸并杀害 据警方统计 周氏团伙善达266起 罪名有杀人 伤害 爆炸 抢劫 人间 诈骗 敲诈 贩毒 躲博等等 其中 光是人民官司就13起 一桩桩 一件件 着实庆祝难输 在一次又一次的违法犯罪活动中 周子齐的生意盘也一天比一天庞大 截至周子齐被捕之前 该团伙名下的经济实体 由雷阳师大一箱复兴煤矿 永兴上合冲煤矿等煤矿八处 还有大唐资源贸易公司 华林大唐煤业公司 飞鹏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飞置业有限公司 飞跃实业有限公司 雷阳师惠龙山泉有限公司 春天宾馆等产业 不仅如此 该团伙还会通过实施赌博 贩毒 放高利贷等违法犯罪活动 攫取经济利益 为其组织购买作案工具 提供作案经费 并为被抓的组织成员及家属 提供生活费用 而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成功 周子齐也是煞费苦心地 为自己的手下人抢 骗来了一顶又一顶的红帽子 以以上仰黑 以黑护伤的目的 周子齐深知头衔的重要性 他先是以卓氏兄弟的名头 在雷阳市 捐建了一所中学 也就是如今的雷阳八中 以陪伴赚妖活的方式 来积累名声 之后成功当选为 衡阳市 雷阳市 两级人大代表 因为其看上了人大代表 不能被警方直接逮捕 或审问的权利 然而 仅仅一顶红帽子 并不能满足周子齐 为了让其弟弟周月鹏 坐上衡阳市政协委员的位子 周子齐不惜面与手持枪械威胁他人 更改选票 着实当得起一句 无法无听 在其后 周氏团伙又利用绑架 勒索 威胁等手段 将其多名核心骨干成员推到了村支书 主任等位置 进一步攫取人民的利益 十余年来 该盘活凭借此种手段 无恶不作 暴力连财数亿元之多 从2010年7月起 公安部 湖南省公安厅 衡阳市公安局先后收到了 大量来自了阳市市民和大乙乡等 关于周氏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重大违法犯罪线索的实名检举 省公安厅和市局 迅速组织警力进行暗访 经过走访举报人 询问受害人和知情人 查阅相关的档案资料 发现这个组织 存在着相当严重的 涉黑社的违法犯罪事实 并通过暗中侦查 对其基本情况 组织架构 发展历程 犯罪事实 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等 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由于该案案情特别重大 案情特别复杂 性质特别恶劣 影响特别重大 因此 该案被湖南省扫黑办认定为 期间为止 全省最大规模的黑社会 性质犯罪团伙案件 为加强对此案的组织领导 以及侦查工作 经省公安厅专门研究确定 从201年1月18日起 将由杨洪光副厅长任指挥长 专门负责此案的侦查工作 并将此案命名为118专案 2012年10月21日晚 在省公安厅和衡阳市委领导下 以杨洪光为主要领导的市局 组织了600余名警务人员 100余名武警 消防关闭 对周氏集团涉嫌黑恶势力 进行集中抓捕 当晚供抓捕 嫌疑对象52人 该团伙的首要分子 周紫琪 周月鹏 蒋芳林 周芳一级主要骨干成员 周芳怡 蒋荣华 曹华谷 周武文 周又根等嫌疑对象 全部抓获归案 在40余天的艰苦战斗中 公安机关先后将犯罪嫌疑人 一网打击 供抓获65名犯罪嫌疑人 其中53名被刑事拘留 31名报衡阳市人民检察院 6名正在接受牢叫 追缴单管猎枪 自制防六四手枪 鸟冲等各种枪支 14支 子弹89发 镇破和呈现案件266起 涉嫌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等罪名20余个 扣押 冻结资金2000多万元 扣押车辆14台 查封 冻结房产实处 查处煤矿8个 公司企业7个 涉及资产数亿元 无论在任何时候 黑社会都是阻碍社会 进步的毒瘤 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黑社会在本质上 就是一个以 攫取经济利益为主 通过刑事犯罪 黑经济结构 以及与政权管理机关的勾结 来达成目的的群体 这就决定了 他们只会屈从于更强者 仇刀向更弱者 而这也意味着 受到最大危害 永远都是劳苦大众 每每谈起此类话题 总有那三两人会有人的地方 就江湖之类的言语来混淆视听 首先 先不说江湖与黑社会 是否可以画上等话 其次 朝鲜有黑社会吗 纳粹德国有黑社会吗 莫索利尼统治下的意大利 黑社会是怎么消亡的 事实上 在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地位 公权力延伸到社会 每一个毛孔的社会环境中 黑社会是难以生存的 黑社会是私有经济体下的 必然产物 而在这个资本狂飙突进的时代里 扫黑除恶 必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对此案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我是地球情报局 我们下期再见